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秀起来不听 粉丝天天被强行塞凉 朱音参加某中一节目的时候说 之所以嫁给黄冠中 是因为他会把朱音放在最高位置 会让全世界都知道朱音是他老婆 虽然在结婚时朱音正是大火的时候 而且单从长相上看 朱音就甩黄冠中好几条街 当观众问到朱音这个问题时 朱音大笑着说 他觉得黄冠中很帅 尤其是欣赏他的音乐才华 而且被帮使香港顶级摇滚乐队也是很火的 其他人都为朱音的机智点赞 而朱音自己却说我说的都是实话 生活里黄冠中也随时随地散播狗粮 比如在微博经常秀恩爱 参加综艺节目时 前一秒还认真排练的他 发现朱音来探班后 激动的忘了自己 下一步该做什么 只会笑着说 我好开心啊 我老婆来看过了 你们看看他在哪儿 记着给他们做访谈时 黄冠中瞒然朱音为什么不问是否爱他 朱音像哄小孩一样说 还用恩吗 肯定最爱我呀 真是猝不及防的一捧粮 而这次46岁的朱音静着曝光后 很多人都纷纷甩锅黄冠中 就是因为他太宠了 所以小富才会这么大 这次黄冠中真的是实力背锅 话说回来 还真是羡慕朱音 紫霞仙子这时找到了真正的至尊宝